这一课可能讲的不会太有激情 因为现在时间不晚了 我主要是为了想让自己困一点,所以我才学习 好,那么我们开始讲课吧 在我们做积分理论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想在长方形 不想只局限于我们在局形上做积分 我们想要在游界级上做积分 那么这个定义呢 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如果s是个游界级 有个十函数 那么定义一个新的函数呢 当它在这个集合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它 在它以外呢,它就等于0 然后呢 我们选一个包含s的一个长方形 我们就将这个f呢 在这个游界级上的积分呢 就定义为 这个 在长方形上积分 这个还是在长方形上积分 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有个游界级s 我们选择一个q 对吧 对吧 可以选择一个q 对吧 可以选择一个q 对吧 然后在这以外的呢 对吧 fs 对于0 对吧 这是以外的fs 这是里面的呢 这是里面的呢 fs对于f 那么 我们就将f在有阶级上积分呢 就定义为这个 这个 这应该 不敢理解吧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有个英语啊 它就是说 它这个definition 那是independent of the choice of q 就是和你选的这个长方形呢 是无关的 那它这个英语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是两个矩形 并且呢 它在q交q撇以外 都会0 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长方形啊 不不不 这一个 这一个长方形 这又一个长方形 这两个呢 都包含这个有阶级s 对吧 好 那么呢 它 其中一个存在 当前的另一个存在 就是它们俩的存在型 是等下的 并且呢 它们俩的积分值是相等的 这是这个英里的意思 那么这是英里 13.1 好 好 那我们先来证明一下 我们就先选择 如果q呢 它跟它子极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它的交集就比较 它的交集就是它本身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让 E呢 D呢 是 Cutting A 然后 然后D呢 是X在Q的那部里 不连续的点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呀 也就是说F呢 F呢 在D上呢 同时 也可能在哪里呀 你们想一想 也可能在边界上 是不连续的 对吧 好 好 那我们先证明它的存在性是能夹的 那么 现在呢 就是说如果 它是存在的 如果它这个小的局形内是存在的 我们就知道什么 我们就知道 D呢 它是零测度计 对吧 那测度为零 同时呢 我们又知道 长光鞋的边界 对吧 也是的 零测度计 那么综合切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什么呀 我们就知道 F呢 它如果从QP D到R的话 这是F从QP到R 所有 不连续的点 因为呢 它在 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个零函数 当 当它 对吧 对吧 它是个长函数 就是它在这以外 它肯定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 它只能 只是点不连续 那么 又因为 它和它 并起来还是零测度计 对吧 那么 就是说 它是存在的 好 那么 现在 推 如果 它是个大上位 以上存在 那么 这个 它的边界 以及这个D呢 它们肯定都是 它们的B呢 肯定都是什么呀 都是这个F呢 它从Q到R里面 不连续的点 就是使这个 F 从Q PF不连续的 这个点 就是这个 这个 对吧 然后呢 又因为它 现在存在 所以它的测度 是零 那么它的测度 也是零 它是零 那就是代表什么呀 它是存在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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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存在的话呢 我们 选一个 P 是这个大Q的 partition 然后呢 我们选一个 refinement 一个精细化的分割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对吧 还是刚才那个 endpoint的那个 技巧 我们运用了 这个技巧之后呢 我不知道什么呀 Q is union of 它是所有subrectangle 的一个 和 一个 并 对吧 这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 这个 它是一个 子 长方形的话呢 并且呢 它不在Q 里面 那就是说 F 它不在Q 对吧 它肯定是 3 point 对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 它既然不是Q的子机 那F肯定在某一个点 它是 为0的 对吧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 定义 对吧 就是如果 这个 你看我们这边 说什么 F vanishes outside this point 对吧 好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能 发现 这个问题 对吧 有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继而 又能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呢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根据我们这个定义 还有我们的假设 我们有这个 对吧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又呢 有什么呀 F P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同理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是大于等于 它的 好 但是呢 因为 因为P 因为P是任意的嘛 既然P是任意的 但是对于所有的P 我们都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又能推出什么呀 它们是不是就相等了 好 那么 就是 这个情况是完毕了 那么 我们现在发现 如果是 如果是两个 任意的Q和Q片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看 如果对于两个任意的 长方形 它们的交集 是不是还是一个长方形 对吧 那么以此为启发 大家定义为 Q 那么也就是说 对吧 这里我们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它又得 它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它 又得 它 那都连起来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定义 就整臂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说 这个邮件函数上的积分的 一些性质 然后呢 我们再讨论它的存在性 嗯 我们去讨论它的性质和它的存在性 那么这是接下来的内容 那么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证明它的基本性质 我们需要一个引力 它是13.2 就是下一个引力 嗯 这个 S呢 是N4级 并且FG 它是从S上定义 它是FG的定义 那么有两个性的函数呢 F呢 是它们最大的 G呢 是它们最小的 那么有这两条 如果它FG 小F小G是连续的 大FG也连续 小F小G可击呢 大F大G也可击 好吧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定义啊 OK 那 我们看一下这个定理 我们先证A 如果它们是连续的话 对吧 好 A 如果它们能连续 那我们先假设 如果 我们运续好 它们都 F 等于R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 大F 等于大G 也等于R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DELTA 带来0 是个什么呀 如果 如果 X和X0呢 它们的距离是DELTA 我们就有什么呀 F X0 -R G X0 -R 对吧 它们两个都小一条的 好 有了这一条呢 意思也就是 既然它们两个都 犯糊涂了 这不应该是X0 应该是X0 应该是X0 好吧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它们两个都满足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有什么呀 Fx-Fx0 像Fx0 Gx-Gx0 所以它们也连续了 对吧 因为它们两个都满足这些性质 那它们两个之间大的那一个 它们两个之间大的那一个 和它们两个之间小的那一个 还是满足的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也许好 如果我们 有 它是大于 Gx0 那我们再根据这个连续性 我们根据这个连续性 我们可以找一个 我们可以找一个 对吧 我们可以找一个 我们知道一个零语 使得什么呀 fx-gx8-0对于任意的x数于u 它局部是保号的 这个没问题吧 OK 那么有了这个章呢 意思就是说 fx-fx Gx但是有 Gx根据定义对吧 在什么里呢 在这个 uwjls里对吧 它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就有这个 OK 意思是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了 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对这个X0这个领域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F局部的行为是可以继承到这个大F身上的 那么它的连续性当然也可以 对吧 稍微思考了具体的这个证明过程 我觉得这就略过了 那么同样的如果FX0小于GX0 也是一样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假设如果 如果 如果这两个都存在 好 那么 我们的IQ 包含S 对吧 那么Fs GS 它是在Q上是连续的 但除了 出合在哪里啊 除了Fs可能在一个D G可能在某一个E 集合上 对吧 但是呢这两个集合呢 它们的测度为零 有问题吧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Fs呢 对于Max的Fs GS 它就是小的那一个嘛 好 好 我们开心这个呢 意思就是什么呀 意思就是说 Fs Js呢 它也是什么 它在Q上是不是连续的 但除了 它在他们的病上不连续 对吧 但是 D和E的测度是不是零啊 D和E的测度是不是零啊 D和E的测度是零 那你无所谓的 对吧 Fs G都是在Q上连续 但是呢 它在Q上连续 但是除了在 这个D和E 其实这部呢 也 有这个A的影子在里面 对吧 好 同时呢 我没有知道什么样 Fs GS 它是Bounded 对吧 那么就能推出来什么 Fs Q GS 都存在 那我们就已经准备了 我们已经到达我们想要的 得到我们想要的结论了 好 那么 接下来是这个 有介级 我可以积分的这个性质 它的性质很多 但是我懒得正 所以我 但是呢 我也得正对吧 所以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 我不解说 我就是写 行吗 好 那我们先 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 我还是要提一嘴 就是它很多 这个性质呢 其实我们只要对这个 长方形成立 就已经充分的能证明它对有介级成立 好吧 你思考一下 因为 我们这个 有介级 它其实就是 对于长方形形的一个积分 就是对于长方形形的一个积分 它就等于一个 某个函数 对于长方形形的积分 所以说 如果我对这个长方形的函数成立 它有介级 其实就成立 好吧 就是嗯 对于长方形形的一个积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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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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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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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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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